《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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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早晨 我是姚希家傳道 今日所讀的經文是 詩篇最後兩篇 149篇和150篇 詩人邀請神的子民 再歌再舞 激鼓彈琴 全心靈道敬拜耶和華 讓被老之後的猶太群體 能藉著音樂 向神抒發心靈深處那份真情實感 在古代以色列人的敬拜中 音樂是有著很重要的作用的 除了展現出唱就者的內心世界之外 還代表著舊約猶太群體的敬拜傳統 在這兩篇 詩人盼望全體同唱抹世海船之歌 亦都預言了主必在來為王 迎伐列邦的新景象 詩人更呼籲凡有氣息的受造物 都當用盡各樣樂器 全人投入去高呼讚美神 我們看到詩人這麼重視敬拜讚美神 我們從中有什麼反思呢? 第一個反思是 詩人很想表達信徒的集體回憶和共同賞望 被老歸國的猶太群體 他們在巴比蘭生活的時候 是受著一種移族的思想鬆激 或者很容易被同化的處境之下 加上當地沒有聖殿作為敬拜和憲制之用 他們唯有用一些慶祝節期 背重家譜 來化解和減低他們在異地的身份危機 因此當他們歸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的時候 隨即恢復一切的敬拜傳統 為的是要幫助在異文化生活過的神子民 重拾敬拜 從而加強和肯定他們屬神的聖民身份 因此詩人在這兩篇詩篇表達的 不是個人對耶和華的情感 而是陷有強烈的群體意識的 他希望整個聖民群體能夠 因為同屬耶和華所造和喜愛而讚美神 又因為將來有份和耶和華同德榮耀而讚美神 這兩個分別是他們所擁有的共同民族回憶 和和耶和華在終末時的共同約定 所以很值得全地聖民歡呼喜樂、普天同慶 今天我們信徒 因為我們有聖靈住在我們的心裏 我們就是神的聖所 相比當時的以色列文 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用任何的方式 讓神得著讚美 但在疫情之下 我們這班被迫社交隔離的信仰群體 我們親近神的敬拜生活是怎樣的呢? 我們又怎樣才可以繼續 和弟兄姊妹一同敬拜讚美神呢? 我相信只要我們想 總有連結主又連結弟兄姊妹的辦法 種種客觀因素的改變 都無阻我們各人的心 時刻認定基督是歷史的主 是德勝的君王 是我們生命的盼望 當我們信徒之間有了這樣的認定 就好像在會中和弟兄姊妹一同守護 那份與主相遇的集體回憶 和共同賞望 第二個反思是 詩人讚美神的作為 他更加因為神是神而讚美神 這兩篇詩篇並不是一種空洞或者表面的讚美 詩人呼籲一切的敬拜 為的是要讓以色列民專注在讚美的對象 即是那位至誠至誠的耶和華 詩人從述耶和華在以色列歷史的事件 包括創造和拯救 他稱之為大能大德的作為 詩人並不只是讚美耶和華的本事 而是更加因為耶和華是耶和華神而讚美 這位耶和華 他願意啟示他的心意給屬他的子民 這位耶和華 他樂意進入他子民的個人生命 這位耶和華 他對世界展示了他無盡的慈愛和公義 詩人領回到神這一份耿古綿長的看顧 因此他獨獨對神自身的美德歡呼 他激勵我們去讚美神 不是用我們的嘴唇 不是用一堆讚美的技巧或者讚美的術語 不是只是在生活平順的時候 而是無時無刻 在無論任何什麼境況 我們都需要由衷而發的去讚美 因為神的大能大德 因為祂是守藥師慈愛 祂實在配得一切的榮耀 但兄姊妹 當今天我們去祈禱說要去讚美神的時候 會不會只是我們慣常的用語來的呢? 又或者當我們為生活大小事讚美感謝神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想過這些都不是重點呢? 整篇的詩篇 或者是全卷的詩篇 它是以人有福為起頭的 但是以讚美神為結束的 就好像告訴我們聽 我們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福與樂 都不是人配得或者是讚取回來的 而是慈愛的神 無條件的給予 因此當我們說要讚美的時候 要緊的是我們清楚 知道那份由衷讚美的真情實感 我們也要認定是投向給各位 應該且配得的神 我們必須深知道我們所讚美的具體事件和對象 否則我們讚美的究竟是誰呢? 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心愛我們的天父 感謝你創造我們 救贖我們 我們要因為你是慈愛永活的神 以讚美你 我們要因為你歡迎我們 跟你相遇 而去讚美你 我們也要因為你是永恆的同在 而喜樂 我們要因為你 將一生之久的恩典 伴隨著我們 而獻上感謝 願聖靈引導我們每一天 都用侍奉主的生命 去活出對天父的讚美 在群體裡面實踐 愛神、愛人 祷告是奉我主的蘇姊 得聖的名義求 阿門